北約峰會閉幕 美國總統拜登 關鍵個人記者會 講到敏感問題 還是有點結結巴巴 不過拜登重申 醫生說他狀況良好 未來若有需要做其他檢測 也會配合辦理 拜登積極證明 還能再拼四年 只是部分選民充滿懷疑 好萊塢隱形 喬治克隆尼呼籲拜登退選後 傳出歐巴馬疑似野案 挺喚敗行動 根據美國Politico新聞網報導 歐巴馬其實早知道 喬治克隆尼要投書 雖然他沒有鼓勵或建議這樣做 卻也沒有特別反對 報導出爐後 歐巴馬陣營也不予置評 當然這是非常淘汰 巴巴克奧巴馬 他跟拜登總統拜登 但這也很激烈 在2015年 當他要求他 不選擇為總統 另一位民主黨大佬 前眾院議長裴洛西也傳出 不止一次找歐巴馬密談 民主黨黨內換拜生四起 幸好還有外國盟友給拜登送暖 除了英國首相施凱爾大戰拜登團結北約之外 法國總統馬克宏也幫拜登緩夾說 口誤難免發聲 認為拜登仍是一個有國際觀 且經驗豐富的好總統 點新聞送負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